第一章的第二節的前面幾段 那就是講到說 人類的各種不同的感官能力在過去 所謂過去就是我們傳統的 所謂的那個靈性的鍛念 或者靈修 那些東西在過去 通常都是透過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生命跟性能相通的那個問題 那這些其實在我們現代呢 我們透過科學人類其實已經普遍 你中間然後再聽一個音樂 那音樂裡面那個程式裡面可能也有一個可以 可以這個音樂播放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出圖形來 你聽著音樂你又看著音樂 那這些東西在過去是要透過定性內觀來達成的東西 在今天事實上經由科學的途徑已經變成一種普遍的認識 甚至對小孩子來講 這就是一種日常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的小孩子 這個也都會用手機 那你看手機這個東西在五百年前 不要說五百年前 就五十年前就好了 這都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要再更少一百五百年前 那這幾乎就是一種特異功能 幾乎就是一種神通 如果我們從這個觀點來看的話 那麼我們今天如果從物質科學 它都已經可以做到初步做到這個 那我們如果從物質科學再往更深的地方推 就是把科學傳統的物質科學跟傳統的靈性的斷念 這兩個東西是不是有可能 有一個東西是可以連結起來 那麼這樣的連結呢 在過去人類的長遠的歷史裡面 其實很多人已經都在 很多人都在嘗試做這樣的連結 那麼這個最典型的就是達文西 那麼在中國古代的歷史裡面呢 也有很多人其實 他們以我們現在觀點來看 他們其實是個科學家 但是呢 他們同時又都有很多這種 靈性上面的神秘體驗 甚至他能夠把這種靈性上的神秘體驗 跟他作為一個科學家呢 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 然後為人類世界做一點貢獻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這個華頭就是這樣的人 那唐朝的孫子鳥也是這樣子的人 他們都是有特異功能的人 然後呢 他們本身其實都是一個科學家 然後他們就把他們這種特異功能 跟他們在科學上的探討研究 結合起來 然後用來給人家治病 那這個他們這個東西 我們在第三章開始的時候 還會再談到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人類整體的那個觀照的能力 其實一直都存在啦 這是每個人都具備的能力 而不是說 只有哪些比較特別的特異功能才有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我們這個能力呢 隨著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 作為一個生物 一個身體的演化呢 這個很多功能就 不斷的分化 分化以後 我們這個整體的能力 彷彿就失去了 所以呢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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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 其實說 我們還不說 為什麼 聲音它本身 那麼我們今天 終於發現了聲音有形狀這回事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 上一次課程裡面講到 泛文的泛文那個字的泛文的寫法 那個就是一個最典型的 發現的文字 它不是發明的文字 因為 文字的那個形狀 它一直都存在在那裡 它就是聲音 它會表現出來的形狀 那麼 人類 發現了這樣的形狀 然後把它 描述 描繪下來 這個就變成 你看到那個泛文的 OM那個字的寫法 這個 那麼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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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流血的 對 人類 出來的 人類 所發的 為 導演來講 是 這個 這個 那個 發出 那 那 英文學 的 圖寫 就 我們 也 我們 我們 人類比較最原始的文字 幾乎都是象弦文照 那麼 一般來講 這個象弦文字 就是 就是我看到一隻狗 就畫一隻狗的樣子 看到一棵樹 畫一棵樹的樣子 那麼 那麼 泛文的 OM字那個 他就 給我們一個 完全不一樣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畫那個 表象的 那個 物體的形狀 聲音本身 直接由聲音本身 畫出來的 它的那個樣子 我們一樣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麼 這個就是 漢斯捷尼 對放文的 OM字的猜想 這個 漢斯捷尼 他 對於OM的那個 圖形 他猜那個就是 OM字 但是 那漢斯捷尼 他並沒有把 放文的 OM字的寫法 跟那個 OM那個聲音的圖形 他真正把它做 對照 他只是在猜 這個應該就是OM 然後 我們 我們上次看到那個 圖 那個圖 那個黃色的 OM字那個字 是 我根據漢斯捷尼的這個 講法 把它做 對應 對照 那這個應該是 第一個 把 梵文的OM字寫法 跟那個 人類語言 唸出來的 OM音的那個 形狀 把它做 初步的 對照 那麼 我覺得這個 可能性非常 非常的大 那我們看看 東方的 這個 在淮南寺裡面呢 他有記載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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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蒼姐造字 你們剛才提到造字 蒼姐造字的時候啊 據說是鬼哭神嚎啊 天獄 天獄 天獄樹 鬼夜窟 天上都掉下的那個鼓立啊 然後 夜晚裡面鬼都哭嚎 這個 就是說 為什麼 當人類發現的文字 造字之後 就會好像 會晴天動地 天地都會有感應 天地都會有一些反應出來 那麼 這個 他這一段 記載 蒼姐造字的這一段呢 他就很形象的把 聲音 跟那個 形象 結合起來 鬼夜窟 天獄 然後 這是造字 這是為了要表達人類的語言 所以 這個 在 過去的人 為什麼他們那麼敏感 很容易感受到這樣的關係 那是因為在過去的人類 因為 各種文明的發展 還沒有像今天這麼發達 所以相對而言 他們所能夠保有的各種不同的感官能力的 那種一體性 整體性 就更強一點 所以 他們很自然而然 就會去表達出 對聲音跟形象世界的這種連結 那麼 那個 聲音一旦變成一個形象可以表達出來的時候 那麼 也就是說 語言變成文字的時候 那麼 文字的記載 它的容量 它的延續性 在時間上的延續性 就變得更大了 而這個呢 就大大的超越了時間三態 單向的限制 什麼叫做時間三態 單向的限制 其實就是一條線 我們 在物理科學上面 常常講 時間是 形容時間的這個運動 是怎麼會 就是他們常常會講說 時間是劍 像一把劍一樣 射出去以後 它就不會回頭了 一把劍射出去 就是一條線 這樣跑出去 不會回頭 就是從過去 現在到位 一直前進 你怎麼呼喚它 它都不會回頭 那麼 這個就是 我們講這個 四尾時空 昨天 有一個 王大哥 他好像PO了一個 一個這個 秋成桶的那個 十尾 十尾空間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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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大的一個演講 那 那秋成桶的那個 那個 那個 十尾空間的 從數學裡 計算出來 那個十尾空間的那個 那個 很 很特別 很奇怪的 那個球體的那個 那個 你如果有興趣 讀一些 我們現代物理學 在探討那個 多維度空間的時候 一定都會提到它這個 就是 視為空間的一個 數學模型 那麼 在那種情況之下 時間就不是 一條線 一條線 時間之間 的 東西 比較像是一個 像 一團那個 毛線球 一團毛線球 你把它全部抽出來 變成一條線的時候 那個就是我們所認識到的 時間之間 一條線 線狀的 一圍的 時間 但是 這一條毛線呢 當它被流成 一團 變成一個毛線團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這個 時間就 不是我們所認識的 那個一條線 在前進那個樣子 即使是一條線前進 這一條線 也不是像一把線一樣 射出去 過去 現在為了辭職 沒辦法回頭 這條線在那邊 繞來繞去 甚至會有很多地方 是 互相有交集 所以 所以 這個時候呢 也就是說 在更高維度的空間裡面的時候 時間 就變得更不是我們 在這個三圍世界所看到的 可以這麼簡單而已 那這個我把它稱之為 時間團 時間不是一條線 時間現在變成一團 就像一團毛線型一樣 那麼這個時候 那麼這個時候 時間是 當你是一隻螞蟻的時候 你在這個 毛線上面 跑的時候 時間對你而言 還是一條線 但是今天 如果你不只是一隻螞蟻 你變成另外一種東西 你的運動 空間是這個時間團 這一團毛線裡面 那麼時間對你來講 就不是一條線 所以這個 這個文字的這個發展呢 它大大的擴充了我們 我們集體記憶 因為語言是一種集體的東西 語言絕對不是一個個體 一個個人 你是一個單獨 孤獨的一個人 存在於宇宙 你不需要語言的 你也不需要跟誰講話 但是當有兩個以上的人 有三個以上的人 就有這個溝通的問題 所以語言這本身就是一個 集體的文化 那麼變成文字的時候 它就擴充了整個集體記憶的容量 那麼在這個人 就可以得到了自覺 自覺是來自於你跟人家做比較 做對照 你才會有自覺 如果你是單獨存在於這個宇宙 就像這個宇宙的創造者 就像這個宇宙本體 如果你是孤獨單獨一個 你沒有什麼自覺的問題 我們今天之所以有自覺 是因為我們身為一個個體 而且是複數的很多個體裡面其中的一個 所以我們才有自覺的問題 因為當你發現說你是一個個體 你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個體 那麼你如果再深一層的去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去類比 類比什麼 那麼宇宙的創造者 所以你看我們在宗教上面 對於神對於創造者 都會用一個人的形象去模擬他 比如說在西方宗教裡面 上帝還真的畫出一個上帝白鬍子的老先生 這個很慈祥的白鬍子 穿的白鬍子 全身發光的老先生 那一樣啊 你在東方的這個宗教裡面也都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人這個形象 身為人 人這個形象對我們來講是最熟悉的 所以我們會用人的這個形象去比擬 去類那些原本超乎人類形象的東西 這就變成說 這個為什麼說上帝根據他的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類 這個背後是非常有生意的 他根據他的形象創造了人類 那麼同樣呢 反過來就像在照鏡子一樣 人類也根據自己的形象來想像上帝 所以這個 因為它凸顯了文字跟語言的關係 它凸顯了人類的自覺 那麼當人類自覺以後 人類就從動物開始走向人 開始從動物 也就是說我們在最初第一堂課裡面 就提到不是有人類1.0 2.0跟3.0的問題嗎 1.0是人類的獸性動物本性突顯 然後2.0是人類的心靈的力量阻擋 有心靈的活動作為主導 那3.0 那現在進入到2.0 那麼這個對於天地來講 這是一件大事情 天地來講這是一件大事情 所以無怪乎這個倡解罩子的時候 要天衣樹滾葉苦青天動地 原因在這裡 這個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人類開始自覺到 宇宙的秘密是有可能被理解的 創造的秘密有可能是被理解的 而不只是一種相信或是一種信仰而已 所以當人類的這個語言又進入不到文字的時候 那麼人類的理性能力其實已經獲得了大大的提升 不再是像過去一樣 聽到天空打雷閃電 我就神 我們漢字裡面神那個字就是一樣 神那個字左邊是 他的副手是一個四字旁 四就是一個神主牌 四那個字就是一個神主牌 就是拜拜的那個神主牌 就代表神那個無形無相抽象世界的那種精神創造的力量 那麼右邊那個聲就是閃電 打雷閃電 所以神那個字本身就表明了這個 當人類還只有語言的時候 還沒辦法用文字的時候 我們對那樣的現象的理解 只能是基於信仰 而這個信仰是奠基於恐懼感 因為害怕大自然的力量 人類沒辦法 所以你只好去崇敬它 敬畏它 那麼當人類發明的文字來表達語言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我們對神的理解 就不只是基於過去的那種恐懼 這裡面還有更多的是人類對這個東西的理解 對這個東西的看法 那同樣在文字發明以後 人類的對自然的現象的理解 跟過去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你看我們等一下會開始講到一點點 藝今的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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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傳統的講法是這個福西 福西大約再說 一帶大約就是七千多年前 那麼七千多年前那個時代 其實是人民文明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旅程碑 那麼這跟當時的整個地球的去候 有非常紧密的关心 当福西通道挂的时候 通道这样的一个东西来表达 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观察 尝试透过这个方式来理解大自然的时候 这已经大大的超越了 人类孩子会使用语言的时代 因为人类已经可以找到一个在语言之外的一个东西 而这个东西可以更好的记录语言所要表达的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就增强了整个人类的理性的能力 就有足够的理性能力 可以去了解大自然这个样的变化 那么这些理解是基于我是整体的一部分 我人是整体的一部分 那么你是整体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就会接下来就是会说 那我是整体的一部分 那么神体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可以透过去理解我这个部分 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来了解理解这个神体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宗教上面讲 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 这个你拿一面镜子把它反过来看 也就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理解上帝 这个就是 那个理解是基于我是整体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呢终于就建立了天 人 地 这三个东西的关系 天就代表那些精神世界的 那些我们人所无法理解的 那些抽象的世界 精神的世界 那么人是我们最熟悉的 第一就是这个大自然 物理世界 那么你就明白说 为什么在这个当人类似有语言 还没有发明文字的时候 却先发明了八卦 在福西的时代是还没有文字的 但是先有八卦 八卦还挂这个这样的东西 用来表达天 人 地的关系的这个东西呢 它事实上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出现 那从这个观点来讲 文字的出现其实是一个 从更高层的世界慢慢 那个慢慢体现到这个 比较低层的世界的一个东西 那语言里面有成长很多文明的信心能量 那么文字当然 文字就扮演了传递的角色 那个文字呢 因为文字它本身是一个空间的表达 就跟我们绘画艺术一样 这是一种空间艺术 那么语言呢 就跟音乐一样 它特别声音 这个相对于人类文明呢 这就是时间艺术 比如说音乐 音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时间艺术 那么有些东西却介于这个时间艺术 跟空间艺术之间 那就是诗歌 诗歌 诗歌大量创作出来的时候 当文字出现的时候 人类的诗歌的文明就 变得更丰富 在过去当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的时候 诗歌是口耳相传的 所以它其实 诗歌的那个其实很有限 但是当文字出现以后 诗歌不只是口耳相传的东西 它也可以用文字来表达 用文字来做记录 那么以我们现在来讲 诗歌就介于这个时间艺术 跟空间艺术之间 那文字符号呢 是语言声音的整体形状 或几何结构 每一个文字啊 不管你是拼音文字也好 或者是像我们这种 单音涂底的这个方块字也好 所有这些文字的 它其实都可以回归到 那个几何状态 任何可以形象 可以表象出来的 可以在光线之下被描绘出来的东西 最后它都可以归结到几何 因为几何是空间的 最简单最基本的结构 那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汉斯杰尼呢 它透过科学的方法 把这些语言声音文字的这些 可能牵涉到了几何的形状的结构 它把它又变到一个 回归到更基本的单位 所以这些基本的单位 就是一个模块 简单讲就是一个积木 这个简单讲就像积木一样 或者是说这个 这个我们用黏土烧成桩块 桩块建造房屋 从语言文字 几何他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几何就是那个最基本的 那个黏土烧成的桩块 所有的桩块都一模一样 所有的桩块都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一模一样 因为它是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这个最基本的东西 你会一直回溯 回溯到宇宙的创造之初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宗教讲的上帝 上帝就是那个桩块 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桩块 最基本的那个桩块 而这个桩块是由黏土烧成的 那么你会说 那么上帝就是那个黏土 那么他自己创造的桩块 然后很多桩块 他就叠成所有的万事万物这一切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物理学讲 那么黏土烧成的这个桩块 在现代物理学上 就是现在物理学讲的基本例子 那当然就我们的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说讨论呢 认为物理学上的基本例子 它还不够 还有会有比物理学上的基本例子 更基本的东西 那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 会专门谈的问题 就是麦克风筝谈的那个问题 然后这个东西呢 它就已经进入到物质世界 跟心灵世界的共通的基本元素 所以声音语言文字呢 其实东西方 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表面上 看它的那么不一样 也就是说它们在本质上 其实是紧密关联的 也就是说 从这个本质上的 这个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从人类文明作为一个 精神意识作为一个整体的 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 它们可能不是两个东西 甚至它们根本就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 要谈到这个卦 益心的卦 跟那个犹太人的希伯来文 我们看看 这个这个呢 我们在第三章还会讲更详细 那在这里我们先看了一个 大概就是 西汉的时候呢 出现了一个 那个医学的大师 叫金房 金房呢 你可以看那个我们注释六 注释六 注释六的时候 会介绍一下那个金房的历史 金房其实是当时的一个 伟大的天长 他是还比他 金房呢 他还在耶稣之前几十年 也就是 金房呢 还在比耶稣 大概多了四十岁 准成 金房大概比耶稣基督 少了 他过世的时候 金房死掉的时候 再过了大概四十年左右 耶稣基督才出生 所以你想像一下 在耶稣基督出生之前 四十年的人 金房 他是当时的 医学的 金事学的开动者 那么 金房呢 金房的老师 非常重要 金房的老师就是 焦岩寿 焦岩寿呢 焦岩寿呢 焦岩寿他 他把这个 从这个先秦的这个 从儒家传下来 六十四卦呢 焦岩寿 因为你知道 你知道在西汉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科学 其实是 很发达 这个 过去的几千年的 历史里面呢 这个科学的一个 一个巅峰呢 西汉算是一个小巅峰 然后呢 到了宋朝 又是一个 最 最 更大的巅峰 所以 这个 在西汉的时候 那时候的科学 科学精神 其实是 因为 你知道西汉 西汉的 那个文化 是 很重视 就是 实作 就是去实验 他们很喜欢做实验 我举个例子 这个 就像易经这样的东西 易经这个好像都在讲哲学的东西 他们一样会拿来做实验 那我们刚才讲这个 金房的师傅呢 他的老师就是焦岩寿 焦岩寿 根据他对于易经 八卦六十四卦的理解 他就认为说 按照这样子推下去的话 因为你知道八卦就二十三次方 六十四卦 六十四就是 二的六次方 那你这样 推 那为什么说二的几次方 就是 太启生两仪 两仪就是那个二 一直这样 那每一次两仪生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每一次就是二的次方 一直叠加下去 所以他按照这样的方式来 来算的话 那么 六十四卦 你还可以 推广 一直推广下去 二的六次方 二十七次方 八次方 到了二的九次方的时候 就五百一十二卦 那到了二的四次方的时候 就四几九六卦 所以这个焦岩寿真的就写了一本书 就是真的 那本书上面就列了四千零 四零九六卦 也就是二的十二次方 所以你看 那么 事实上这个 这个还有很多其他 你比如说我们读汉富 中汉不是有杨雄 杨雄的汉富吗 汉富大家 那么杨雄他也研究了这个 他就想 这个八卦 二的三次方等于八 那二的四次方 不就等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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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八十六 十六 二的四次方 就应该是十六卦 所以杨雄他真的就弄了一个十六卦 你看看在这个汉朝 汉朝那个时代里面 已经是一两千年前的人 都有这么有实验精神 都这么勇于去开创 这个新的东西 我们现在人反而不敢 我们现在的 你看这个研究疫情的 几乎都是 几乎都是守着老掉牙的东西 几乎都是守着老掉牙的东西 不敢 不敢去有什么新的况 不敢 更深入的看 所以一套东西呢 一千年前 发明的东西 一千年以后他还在用 他完全不敢去质疑 他完全就把他当作圣子在尊崇 所以你看我们接下来讲了 跟这个疫挂有关的东西 大概十个七八个学过疫经的人 大概十之八九都会感到没办法接受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要计划这个课的时候 我就谈到说 我希望是对这个疫经完全不了解的人最好 因为正因为他是一张白者 他完全不了解 所以他不会有一些既定的看法 他不会有一些已经牢不可破的 对于疫经的认识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这个 如果我们今天说这个疫经一挂 他又会牵涉到 那个西伯来人 那个犹太人 的语言 这个很多人很难想象 那他又会牵涉到西方的神圣集 这个又更多人更无法想象 所以当你这个就为什么你讲说 你要离开你的文化本位来看 从一个人类的整体的观点来看 也就是说 在现实世界里面 这个文化那个文化 这个语言那个语言 这个民族那个民族 好像是很不一样 但是就人类的意识 整体意识来讲 他们可能是同一个同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 这个流行讲的超前部署 你必须要去超前部署 你必须要去超前部署 部署到哪里 部署到你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整体 在看这个东西 你是作为一个人类的整体 你也必须让你的意识状态进入到人类整体的这个意识状态里面 那么这个在过去呢 通常都是透过路定啊 通灵啊 或者是说在宗教神秘学上面有特殊体验的人 但今天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今天其实我们一个普通人都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很实实在在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路上面 一个网路世界其实已经把人类的意识 开始做变成一个整体在看待 没有人可以逃出这个网路 而人类现在这个网路呢 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什么新创的东西 它只不过是把人类精神 意识世界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已 它本身就是一个网路 它本身就是一体的 那么金房它在医学上提出很多创新的看法 比如说八公四应非福纳甲五行挂气阴阳而气 那这些你如果会算的人 这个大概都了解这些东西 那么它这些新创的东西都跟先情对于 儒家先情儒家对于疫经的东西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也就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先情的时候并不存在 即使存在也只是一些很基本的概念而已 比如说阴阳 阴阳在先情的时候就已经有阴阳这样的东西 那么五行这个东西呢 也都在发展了 那你后面什么挂金纳甲非福四应八公 这里很多都是金房自己发明 那金房为什么会发明这些东西 它的这些发明呢 是根据什么而来 那么它从周易里面自己就制造很多那个 因为你知道疫经啊 疫经在过去 它最主要的功能 也就是它是作为一种应用科学 而存在于文化当中 应用科学 比如说补算 占卜 这就是一种应用科学 它是这样子存在文化当中 那么当然在先情的时候 就如家那孔子 经由孔子的努力把它哲学 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应用科学的东西 它也是一个探讨 根本 宇宙根本的那个哲学的东西 那这个孔子就把它哲学化了 但是这个问题就会牵涉到说 疫经的本源是疫卦 疫卦本来是在干什么 疫卦本来它只是拿来做算命用的而已 还是说它其实有更根本的那个东西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重新思考的 就是疫卦它其实还有一个更根本的 最原始最根本的作用 也就是它是一个宇宙的模型 它其实是一个宇宙的模型 那我们拿来做算卦 算卦也就是对它的一种应用 很多的应用里面的一种 在过去呢 在古代那个疫卦 应该说疫卦不是疫经 因为疫经是孔子哲学化以后的那一本 那个东西 那么它更原始的东西是疫卦 那么在过去呢 疫卦不只是作为一个占卜用的东西 它也其实也作为一个具有立法的作用 它其实它很像是我们今天拿来手上的那个手机 它很像我们今天的手机 智慧型手机都功能 它可以当立法 它可以当补算 它甚至可以当一个数学的工具 那么金房呢 它制装很多沾算的体力呢 在当时据说 这句文献的记者非常的灵验 那么它这个就是 这个 它的老师呢 焦岩寿呢 得到这个很得意的门生 那这个成就将来一定超过 超出清楚于来 然后 这个老师算一算 不得了 你有一天 正会因为这样子 而那个 就对你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那后来的确是应验了这个老师的说法 所以 金房呢 因为金房非常关心政治 他常常用它在 浴卦上面的这个占卜的东西呢 借用这个东西来批评时政 所以自然他就得罪了 很多当权者 这就是金房 所以金房才活到41岁 41岁而已 自古来天才都活不久 自古来天才大概就是 活到39 40岁左右 那么金房就是其中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 到41岁 也就是西元前37年 也就是过世 所以再过了大概将近40年 耶稣基督才出生 那金房写的 那个对于易的研究呢 其实他写的非常多 那么我们今天留下来只有金氏益传 三卷 而且是残缺不卷 就只有这样 但是单单是这样子 就已经翻天覆地了 那么为什么说他翻天覆地呢 这个 这个我们接下来慢慢就会看到说 为什么金房对于易协的研究 其实是翻天覆地 那么他的成就呢 我们从旧易卦的观点来看 他的成就甚至超过了空子对于 在疫情上面对于易卦的哲学化 他保留了非常多的易卦的原貌 保留非常多易卦真正的原貌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发展上面呢 这个易卦是社会的远镜 就分流成主要是哲理的意学跟命理的意学 哲理的意学跟命理的意学 当然这之中是会有一些交集 这个都变成两个 那么学术上面呢 探讨的都是哲学 这个有个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朱熙啊 明朝的朱熙啊 明朝的朱熙因为你 你学这个哲学的易经的人呢 他当然他多少也会懂得这个如何利用易经易卦来算卦 所以他当然也会算一算 但是他 因为他自己本身 朱熙自己本身可能有接触过静坐 但是静坐其实可能做的不怎么样 所以他在朱熙在静坐上面 他缠坐上面 他一直都没有很好的体验 或者说他一直没办法进入那样的世界 后来他就 我们大家说的 他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不行 这个东西 他对这个东西就采取一个比较负面的看法 那么这个朱熙的这个情况 就说明了这个 易卦变成一种易学 然后在学术上面 在文化上面 他分成的这个哲理的易学 跟那个命理的易学 那么所以为什么孔子说 善意者不补 你真正懂得易 易的人 不是易经 你要先不要说 懂得易经的人不补 不是这个意思 是懂得易的人不补 那么这个易 他直接讲的其实就是易卦 就是易卦 懂这个东西的人 他其实是不会去补算的 真正懂这个东西的人 他其实不会是不会去补算 那么孔子这样的说法 正在表现了这个哲学的易 跟命理的易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近代科学的发展 人们开始就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 传统的这个对易的种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是一个有机的生长过程 就像一个人 一棵树在生长一样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易里面 有三个基本精神 这其实是汉朝的人才提出来的 你千万不要说 孔子说易的基本精神是不易 便易简易 孔子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在那个时代从来没有这个 这个是后来汉朝的人才讲出来 你说汉朝的人 因为汉朝的人 这个总结了先秦 朱子百家的那个东西 到了汉朝以后 他们已经发展出一个 非常具有科学精神的那种逻辑 然后他把这个 在这之前呢 藉由儒家传承下来的这个易学呢 他们就贵纳出三个基本精神 一个三个叫不易便易简易 那么你想想看 我们今天如果说有一种原理 有一种方程式 有一种东西 它可以合乌不易便易简易 请问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TOE 就是我们讲的万有理论 也就是说会有一种万有理论 这个万有理论是极其简单 简易 这种万有理论呢 它可以说明 这整个宇宙所有万事万物的变化 那么这个方程式这个理论呢 它就是永远不变了 整个宇宙都 这个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所以这个不易便易简易 如果今天有一个东西 真的能够符合 这个三个三亿 这个叫三亿的这个精神 那它肯定是一个万有理论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么易卦在干什么 易卦就是一个人类文明里面 非常古老的一个TOE 万有理论 所以这个就是说易卦 他为什么他谈到天人地 天人地的原因 因为天人地把抽象的精神世界 人的世界跟物理的世界 完全放在同一个架构上面去讨论 只有这样的东西 它才足够成为一个TOE万有理论 那么所以这些呢 这个在易卦里面呢 它一个基本的就是阴阳 阳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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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人家在画八卦 一条实线的那个就是羊咬 那阴咬就是 画个虚线 或者说一条实线中间把它断掉 那么这个 阳跟阴呢在古代有很多种 表示方法 脚骨文上又有不一样的 我们等一下会 会谈到这个 国学大师 这个南怀景 南怀景在疫情查说里面 他有举到一个例子 我们等一下讲到那时候会谈 那么就在古代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表示方法 而且这个表示方法呢 就可能会 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么 我们传统上面就 就儒家所传承下来这个 疫情来讲 就是你看到那个符号的那个挂 已经把它符号化了 就变成一个实线跟一个虚线 其实他是要画一个虚线 也就是说一条实线断成 断成两个那个是阴 这个实线是雅 他把它符号化了 然后由上而下 由上而上中下 上中下对那个挂来讲 一个八挂的一个挂来讲 上中下呢就是外中内 上中下表明就是外中内 这样三个层线建构成八挂 那当然你学过易经的人都知道 在画挂的时候 例如说你现在叫虎挂 是从下而上 这是出窑中二窑三窑 是由下而上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为什么是这样 这个就是逆向 一个逆向工程 这是一个逆向工程 也就是一个反硕 一个回推 因为一个反硕一个回推 回推到事情的本来 回推到宇宙的创造 就以一个人的角度 回推过去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 上中下外中内 这是从一个创造的过程 那么这个我们在上一次课里面 讲到这个 我们在后来那个群组讨论里面 有提到这个 那个众生为因 众生为因 菩萨为果 就是众生啊 众生害怕的是那个因 那么菩萨害怕的是那个果 因果 这个在讲因果的关系 也就是那么 那么众生为因 老师这个是不是颠倒了 什么 众生为果 菩萨是为因吗 哦 那个 对 就是说 那个 因跟果这个关系 就 就 我们人的个体而言 跟菩萨 或者说比较精神世界而言 是反过来的 那么这个情况 就在说明了 一个 镜像的关系 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呢 跟在那个抽象的世界里面 它 就像在照镜子一样 实相虚相 他们是反过来的 那么这个 这个最明显的 在疫情的卦上面 表现得最明显 尤其是在 西汉对于 易卦的理解 所以我们今天会先讲到 金房的卦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金房的 对于卦的理解 那么上中下 外中内三个层级 组合建构而成八卦 然后八卦相从 比如说八八六十四 八卦做一个矩寸 一个x轴 y轴 一个矩寸 你看下来 它又是一个 就变成八八六十四 那数学上我们讲 这二三次方等于八 八的平方就等于六十四 那八的平方就是 二的六次方 那么二的三次方等于八呢 就是讲三维世界 客观的三维世界 那八的平方等于六十四 就是二的六次方 这讲的是六维的世界 六维世界 所以你看 你如果从八卦来看的时候 你其实看到是一个客观的世界 客观的世界也就是 这个环境 这个大环境的这个问题 那么你进入到六十四卦的时候 它掌握的不只是这个客观的环境的问题 它还进入到心灵的世界 那些更细微的变化 所以八卦是有形世界的成立 那么同样这个有形世界 它在无形的世界 一样会有一个跟它对应的东西 所有东西都会生 那么这个就是 一卦的一个 一个 一个基本的理念 那么 那么这些呢 对人而言 它是物质跟心灵意识的 共同的演出 所以 所以在一卦来讲 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模式 这个 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 用来描写 整个宇宙 当然包括 也包括了人类在里面 所以 一卦它可以归结为一种 极简的几何结构 然后跟它的数学形式 意义相应 这个数学形式呢 在疫情里面的讲法 就是太极生两瘾 两瘾 四项四项生八卦 这样一个创造 创生的过程 那么这个创生的过程 也就是老子所说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所以 你如果从老子的观点来看 它可能 它不会借由疫化这样的东西 它就有另外一套的强法 那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在那个儒家里面呢 它借由疫化所提供的这个模式呢 来说明宇宙的这个问题 那么 对老子而言呢 它用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就我们讲的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那很有可能 就老子而言 它又更进一步的 就我们讲的这个灵性的锻炼 灵性的锻炼 因为在儒家里面 它把所有这些 对于宇宙万事万物的理解 这个哲学化的倾向比较重一点 也就是 它是用脑袋的思考 但是在道家里面呢 不是用脑袋在思考 它不是用脑袋在思考 所以它采取的那个 说明这个宇宙创造过程的 那个模式就不一样 但是这些模式是可以互相对应的 那金房的八光卦呢 长久以来呢 我们在医学上面 长久以来都沿用的都是 都是那个 那个周易的线性 挂窑的方式去理解 什么叫周易的线性挂窑 我们等一下 接下来会看到好几张图 上面就会说明 线性其实就是一维的 那所以也就是周易 它是一维的去理解 它为什么用一维的方式去理解 因为对于人类来讲呢 人类刚刚从动物变成真正变成人 从1.0变成2.0的时候 对我们来讲一个刚刚从1.0进入到2.0的人类呢 它形式上是一个立体的生命 但是实际上呢 它大部分都还处在一个平面的世界里面 也就是它的思维模式还处在平面世界里面 一个思维模式是平面的 一个平面的思维模式 当然它在去思考东西 去观察东西的时候 什么东西对它来讲 它是最容易掌握的 就是一维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你如果是N维的 生命存在 那么你要去观察 比你更低一维的 也就是N减一维的东西的时候 对你来讲 这是最容易掌握的 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呢 为什么周一最后它符号化以后 它变成一维的线性的对卦 一卦的理解 因为这样一个更容易操作 更容易用人类的语言去理解它 用人类的语言去说明它 但是今天问题就来了 原来的语卦是一维的吗 然后这个就是你读语经的时候 你常常会看到 你现在上网看 你会看到很多 那个福西画八卦 什么时候福西画过八卦 福西从来没有画八卦 福西是做八卦 这个福西是做八卦 不是画八卦 福西你现在回过 你看它这个 古时候他们在记载福西是如何创造八卦 还是三位很清楚写 福西是做八卦不是画八卦 什么是画八卦 画八卦这个东西是要到了这个周一 周一时候 这个时候才出现了一种 为什么因为它要把卦这个东西符号化 符号化就像你拿个笔一样 它可以在上面画操作 便于我们操作 也就是说便于这个语维线性的东西 更方便于人类去操作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就变成一维线性的卦 那它 那也就是说我们反推过来 那么有没有可能它是平面二维的卦 甚至它有没有可能是三维的立体的卦 也就是说它原来的样子 其实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原来是一个立体的模型 透过这个立体的模型来探索宇宙 把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 然后放到这个模型上面来探索 那所有这些东西 当它变成周一的一维线性的时候 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数学上面在 在弄这个方程式 或者说这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这个迪卡尔的那个坐标 迪卡尔是人类文明里面 第一个把数 跟那个几何 真正能够百分之百连起来的 就是说你一个坐标 比如说XY轴 简单讲这个XY轴 一个坐标 那你在上面 如果你画一条弧线 你随便画一条直线什么 你都可以用一个方程式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那个树跟这个形 这个东西在迪卡尔上面 就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那么事实上这样的东西 在人类过去的文明里面 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做 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个挂的 那个阳瑶跟阴瑶 阳瑶跟阴瑶的时候 那么在疫情里面 它也有数字挂 比如用9跟6 激素的9跟那个红素的6 也代表阳跟阴瑶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在人类过去文明里面 一直都是这样子在做 那么金房对于挂的描述呢 事实上完全不同于周易的体系 虽然金房的研究里面 它对于八公挂 对于六四挂的这些呢 形式上它还是遵从了周易所留下来的 但是事实上金房所描述的 却远远超出周易 它所描绘的是在周易之间挂 应该有的样子 那么它也就是说金房的八公挂呢 它所描绘的是六四挂的 立体的几何结构 而这样的立体的几何结构呢 在西汉在那个时代里面 不是只有金房的 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意义的 那个也是在讲这个 那么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在看读 看那个我们在前言里面提到那个 那个文献资料 就是参考参考书目的时候 里面不是有一个博书挂吗 金房对于八公挂 对六四挂的这个立体的这个描述呢 跟佛书挂就是一个镜像对称 它是一个镜像对称 简单讲它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只是反过来而已 一模一样东西反过来 那么这个详细的情形 我们在第三章都会更仔细地谈 那我们在这里先谈到的这个金房 那么这也就是说 在那个汉朝汉代的时候呢 汉代的时候 他们对于义的理解 恐怕都超过于孔子 超过孔子 所传承的周语 实际上经由他们的 的汉代的这种科学精神 然后他们对于义的理解 的深度 也就是超过于孔子 所传承的周语 那么这个 也就是说它这个显示的就是 义挂呢 是什么东西 它是关于宇宙创生的一个几核模型 那不只是 传统在周语里面谈 这个哲学的义 或者是普算的义 这样子 普算的这个应用科学的义 或者是哲学的义而已 这里就是答案一个问题 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把 义挂这个东西哲学化 变成义精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把它哲学化 这个哲学化的过程 是为了要运用在人类世界 因为对于儒家而言 对于孔子而言 他的核心 他最关切的 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发展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孔子那么积极 要参与现实世界的政治改革 这个是他的核心里面 所以这个不得不把它哲学化 那么 但是这样的结果 他可以很好的应用在人类社会 但是同样的 他也就模糊了对于 义挂那个东西的本质的理解 当然说我们今天对于义挂 或者是说义的这个理解 很多东西 我们所得到的资料信息 都是来自于孔子所传承下来的这个东西 那么孔子传承了很多 是属于他对于义的理解 也就是他哲学化的义 但是里面也会传承了很多 并不是孔子所发明或发现的东西 是本来就有的东西 他也顺带就记录下来 那么这样的几个模型跟西方传统的 这个埃及希腊两个流域的 这个神圣集有深刻的对于年间 这个连连超出于 我们在学校里读到的历史课 我自己是读历史系 我在这里 那个历史课本里面讲的 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是废话 因为它反而模糊了 我们人类对真正历史的认真 那么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历史的知识 历史教育 其实它都会受到一种东西的干涉 就是政治的干涉 都会受到政治的干涉 那么这个就造成了 我们一开始讲的 一旦你认知了历史课本 你就没办法超出 你自己的文化本位来看人类 你就永远站在自己的立场 永远站在自己 那个狭隘的文化的立场 去看人类的整体 那么一样 我们对于义卦的认识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能只从周易来看义 你只从周易来看义的话 你就把自己绑死在那一天了 那么我们一两千年来的义学 就陷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 那么观察金房巴工挂跟埃及这个 两个留意的这个 这个西柏来文 我们现在接下来这个图就是要看 金房巴工挂跟西柏来文之间 就几何上来讲 他们留意的地方是共通的 这个可能会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因为一般人很难去想象到 那背后竟然是有这样的观点 那么我们现在先看一个简单 一个金房的巴工先天六十四卦 也就是金房的巴工挂 金房的巴工挂 里面包含就是 每一巴工 每一工里面有八个 所以八八六十四 金房是用这样子来 来描述这个六十四卦 就是金房的巴工挂 也就是金房的六十四卦 而这个呢 我们说先天六十四卦 先天这个概念 孔子从来没有讲过先天 也没有听过先天 所以先天这个概念是宋朝才提出来 宋朝的数学家 宋朝的那些哲学家 他们提出了先天这个概念 也就是邵庸提出来 邵庸提出了对于医学的研究 那么邵庸对于医学的研究呢 因为宋朝是一个数学科学都非常发达的时代 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呢 他提出了这个先天卦这样的概念 所以先天卦这样的概念 其实是一个数学的矩阵 它主要是一个数学的矩阵 那么用这个数学的矩阵来描述 六十四卦是如何构成的 那么我们今天回过头来 当然在金房的八公卦里面 没有什么所谓先天不先天 什么后天不后天 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先天后天这样的概念 是到宋朝以后才正式成立 根据他们对于疫情的理解 里面的一些蛛丝马迹 他把它归纳出 有先天跟后天这样的东西 那么金房的八公卦呢 金房的这个六十四卦呢 我们如果回过头来 根据宋朝所提出来的这个先天的这样的概念 就是数学上的先天这样的概念 不是医学上通行的那个先天 医学上的通行的先天 有非常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宋朝的人呢 他们结合了数学上面的对这个矩阵的理解 把它跟周易的结合起来 他们提出了先天 但是那个先天是有问题的 先天的理念是OK 但是实际上用先天来理解那个六十四卦 他们的排法其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借助于 汉朝的金房卦跟那个博树卦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宋朝的这个先天卦 来看这个先天看这个六十四卦之后 他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先看金房的八公先天六十四卦 这个叫顺时反转太极没有卡巴六十四卦立方体 我们刚才讲过金房的八公卦 也就是金房的这个六十四卦 基本上它都描述了一个立方体 它是如何来描述这个立方体 就是金房的四卦 那么金房这个四卦 那是金房自己创立的一个 在这之前并没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周易里面没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金房它自己自创了一个 上市一市然后到五市还有游魂归魂 这个叫四卦 我把它称之为金房的四卦原准 那么它的八公卦 所谓八公就是 你看到最上面上市的一个 前政坎梗 昆旭梨队 那么前政坎梗 昆旭梨队呢 在同样同一个时代的 跟它相对应镜像的那个叫薄树挂 薄树挂是前梗坎正昆队梨旭 所以这个两个如果 你从这个平面上 从这个文字卦上面看 看不出什么究竟 你把它变成一个立体来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这个是一个镜像观星 当它变立体来看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镜像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画了一个金房的八公卦的 这个上市八卦的立体的结构 那我只要拿一面镜子 把它反过来 它就会变成佛树挂的那个八卦 那个八层挂 就金房的八宫 八宫挂的这个八宫 也就是我们传统讲 六十四卦里面的那个八层挂 也就是这个八层挂 那在金房里面就是这个上市 所以前挂 这个叫前工正挂 正工 总共有八个八宫 每一宫里面 各宫都各统七个挂 所以每一宫里面总共含那个上市挂 它本身就有八个挂 就八挂 所以这样就八八六十四 这是金房的做法 那么金房的这个做法呢 这个我们因为这个金房的挂 通常在传统上都只是 被当作一种应用科学 用在这个古挂上面 古挂算命上面用 这个很少人去探索去理解 金房这个八宫挂到底是在讲什么 好 我们看这个 你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 下面从四四以后 四四五四油纹归纹以后 这个大字的右下角还有一个小字 小字这个是原来的金房八宫挂的挂 所以你看上市一市二市三市 都还是跟原来金房的八宫挂一样 但是从四四五四油纹归纹 这四个 如果我们用 用邵雍的先天的概念 放进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必须要做调整 调整之后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小字那个是原始的金房八宫挂 那至于这个金房的八宫挂它有一个金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方法就是那个挂便 然后就是那个 它的挂便 那这个问题呢 如果你 你能够掌握这个易经的一些基本字之外 你可以先看那个 第三张的图三 三至十九跟图三至二十 就三点十九跟三点二十 那两张图呢 就会非常详细的说明了这个在先天的概念下面所成立的金房八宫挂是如何成立的 那么同样它也会同时说明了金房的八宫挂原来的金房的八宫挂是如何形成的 如果你有兴趣要先看的话你就先看图三至十九跟图三至二十 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三章这个是在第三章里面第三章的时候这个图会非常详细的再讲一遍 我们这里先提到因为我们这里要先讲的是这个金房的挂跟跟那个希伯埃文的那个那个所有的那个音标啊 那二十七个音啦 希伯埃文跟阿拉伯文一样都是二十七个音 我们现在英文是二十六个少了一个 完整的话应该是二十七个 那么这二十七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金房的八宫挂就在表达这二十七个 金房的八宫挂在一个立体的正义方体的结构里面 他描绘了二十七这个二十七个点就对应到希伯埃文跟阿拉伯文的那个二十七个 什么东西二十七个就是人类的声音的基本元素 二十七个人类语言声音可以发出来的归结到归纳到最后 有二十七个基本的发音包括母音跟子音 那我们现在英文只有二十七个就很接近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在范文里面它是用五十音来表达 为什么范文会变成五十个呢 或不是二十七个 因为范文里面它的这个这个基本的这个因素的描述 它还包括那些父母音 这个就是父母音这个就是父母音 比如说两个母音组合起来的这种父母音 因为它又包括了这些 然后在这个它又分出了长音短音 所以这些东西它最后就变成五十个 然后它为什么要这样认识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来自于印度的 它的瑜伽里面的对人生 人生的那个能量系统 就是Chakra 它跟那些东西做对应 那么因为人类能够发出声音 跟那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你的神经系统 你的内泛泌系统 人类能够发出声音都跟这些是相关的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五波音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先看 金房的八公卦跟那个希伯来吻的 那个27个发音的对照 这个就是这个立体的结构 也就是说金房的八公卦呢 它这个八公卦 金房八公卦就是64卦 按照金房的这样的结构 它的八公卦我们刚才讲的 上是1424到54 然后是那个游魂归文 所以这些东西在讲什么 是在讲这个立体结构 一个立方体的结构 立方体的结构是来自于周易 因为周易一直把那个 一卦的 一卦的那个周易它在描 周易它在一维的线性的方式上面 描述了一个作为一个立方体的 这样的一个一卦的模型 那金房直接去描述了这个立方体 它直接描述了立方体 也就是那27个点 27点就是这个大的这个立方体 左边这个是八卦的立方体 那八个八卦的立方体就组成了一个大的立方体 所以就八卦六四 这个以八卦这些六四卦 那它都是 你注意看这个在六四卦里面 这个每一个小立方体 它都是以同方向 同方向组合起来 这个同方向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绍庸最伟大的发现 先天 绍庸的先天就是在讲 讲这个 我们从XY走这样一个简单的矩阵来讲的话 比如说你X走 你X走 如果你X走是用牵肯感症困队离去 那么Y走也是一样用牵肯感症困队离去 一样的卦序 这样两个中后对应结合成了一个矩阵 这个就是绍庸的先天 绍庸的先天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数学里面 也就是说同样的卦序跟同样的卦序 形成了一个X走跟Y走 然后八八六四 所以这个在立体结构上面 这样一个同样的卦序所形成的 这个X的轴跟Y的这样的一个矩阵 那么它在立体上面 它就必须是每一个八卦的小立方体 然后都以同样的方向 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立方体 这个就是先天的那个同卦序的那个矩阵 就形成了就这样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你金房的 为什么说在金房的八公卦 我们把绍庸的先天概念带进去的时候 必须要去调整从四四五四到油文归文 后半段的那个为什么要做调整 因为金房在列那个八公卦的时候 它仍然是受到周易的那个 对于周易的理解的限制 因为在金房时代还没有体会到先天这样的概念 它还没有办法挖掘到这个在数学底层里面先天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它是一个数学的矩阵 金房那个时代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数学概念 所以受限于这个 所以金房原始的八公卦 它还是受到传统的周易的六四卦的卦序的影响 所以排出来的那样 那么刚才那个图都是经过调整以后 而这个调整就是借助于 邵庸的先天卦的概念来做一个数学矩阵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样的调整你就会发现 这样的一调整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金房的八公卦这个立方体 或者是说金房八公卦 你看这个整个大的八公卦 就是四卦的这个大立方体 它其实跟这个小的八卦的这个立方体是同一个东西 也就是它们是一个数学的税型关系 也就是说它的部分 它的这个部分跟整体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个八卦 在八卦里面这个八卦跟这个八公卦 就是四卦里面这个八存卦 也就是这个八公 完全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这是一个 你反过来讲你在一个八卦里面 你可以细分出六十四卦 你又再反过来 在一个六十四卦这样的立方体里面 你可以从里面分析出一个八卦 所以这是一个数学上的税型关系 所以为什么说 它是一个宇宙的 说明宇宙的一个模型 它就是一个宇宙的 说明宇宙的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金房的八公卦 那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呢 是我做的模型 那么这个是从前卦这个方向看过去 那前卦的对面就是困卦 也就是说这是从前往昆的方向 我们这个照片的视角 从前往昆 那么前往昆是什么意思 前昆这个轴线 前昆这个轴线在我们人体上面 就是我们的中脉 前昆这个轴线 所以呢 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范文的五十音 会对应范文的五十音 跟人体的这个恰格 当然也会跟你的中脉息息相关 我们所有在观察 在描述这个东西 形象化的描述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们视线的角度是从哪里 一定是从前卦往昆卦 就人体而言 一定是从你眼睛所在的位置 也就是从你头顶 这里往海底那个方向看 所以你比如说每个恰格都有形状 那你传统上面 因为传统过去人类 只能描绘出一个平面 比如说海底人是一个正方形 然后那个奇异文是一个三角形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平面 这是一个平面的版本 它要描绘从我们头上面 顶轮这个方向往底下 也就是从前往昆看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观察一个立体的东西 也就是说 那个所谓恰格拉的几何形状 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 而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在这个 翼的几何挂上面 你会看到 它也是在描述这些东西 我们都看到说 刚才讲的金黄的八公挂呢 我们简单一下 它跟那个二十七点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你可以看到 就是点线面体的中间 中点 那个点是什么 就是这个八个角 立方体的八个角 每一个角 它本身就是一个点 这个就是八个点 点的中间 中央 就是点 本身 点线 线就是立方体的 这些 那个四三十二十二个边 十二个边的中点 每个边的中点 所以就有十二个 然后面呢 就是六个面 立方体有六个面 六个面的中点 就是中间 那么 在这个 这个八个角呢 这个立方体的八个角 上面就有八点 就是八个挂 也就是八公挂 或者说 传统通行的周易的 那个所谓的八纯挂 就八个 那点线 线就是边 边上面也都会有两个挂 你注意看在这里 边上面会两个挂 边上面两个挂 但是就是两个挂会共用那个点 所以边上面有两个挂 有十二个边 每一边有两个挂 那就是 那就是二十四 二十四个挂 那面 六个面 每个面上面 它会有四个挂 共用那个面 面的中点 所以 每个面就有四个挂 所以 那个 就是四六二十四 所以 全部加起来就是六十四挂 全部加起来六十四挂 好 这些点 就是二十七个点 还有八挂 还有一个 整个立方体的中心 整个立方体的中心 在里面 就是那个太极点 按照这个挂的立体来讲 就是那一点 那个体的立体的中心 就是它的太极 太极的所在 那个地方 有八个挂 那个地方 那那个就是三四挂 也就是 金房的八公挂呢 那个 上四呢 上四挂 就是这个八个角 这个八公挂 八寸挂 这八个 这个叫上四挂 然后 各边的中点的那些挂 还有面的中点 还有整个立方体的中心 那么这个就是 一五归二四游 一四五四归魂 二四四四 游魂 二四游 就是在讲这个六个面的中点 每个面有四个挂 那一五归就是讲 十二个边 每个边的中点 所以这样总共插起来 这个金房的这个 四文原则的八公挂里面 就描绘了立方体 一个正立方体 六四挂的正立方体的 二十七个点 这个二十七点 上面就分配了 那整个全部的六四挂 所以每一个点都是一个 能量进出的地方 那如果你脑筋转的快 到这里你就知道 为什么它能够被拿来算命 拿来比划的原因 因为它就在说明 这个宇宙的能量的运作模式 它就在说明 能量的运作模式 那么这个呢 是同样 刚才那是从前挂那个方向 现在这个是从反方向 从空挂这个方向看过去 从空挂的这个方向看过去 就变成这样 那么我们在这个 从空挂的这个方向看过来 我们这里 看到左下角 这里有个图 这个图就是 中文的六四挂 是简单的讲 六四挂是如何构成的 那么传统上 你看到六四挂 或者八挂就是三挙 那六四挂就 上面一个挂 下面一个挂 上挂下挂 就变成六挂 那这样这个 就是一个八挂 六四挂里面的挂了一个 在周易上面 它的一个基本的模式 那么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在传统上 你看到的周易呢 它 你看到它没有颜色 它都是 因为它是一维线性的世界 一维线性的世界 如果我们进入到 三维的世界来看的时候 我们就赋予它颜色 那这个颜色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颜色是从 印度哲学来的 印度哲学对于天人地的看法 就是灵心生的看法 那这个东西 就牵涉到宇宙的运作 运作 宇宙是如何运作 就是我们讲的 宇宙力量的运作 对不对 就我们后面还讲到 如何把这些东西对应起来 因为透过这样的方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为 从周易团承下来 这个一维的 六十四卦也好 八卦也好 就可以把它推到平面的卦 甚至可以推到立体的卦 推到平面跟立体的方向前进 你看这个坤正 上卦下卦是正 这是地雷复 就是复卦 六十卦里面的复卦 那么上面如果是正 上卦是正卦 下卦是坤卦的话 那么就是雷地玉 就是玉卦 那就 反过来 这个雷地玉 这个是地雷复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意思呢 上卦就是外卦 下卦就是内卦 什么意思 这个因为 在过去人们都知道 上卦就是外卦 下卦就是内卦 请问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 反正你就照着这样 就对了 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人 当一卦被回到立体的结构来看的时候 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卦是外卦 下卦为什么 下卦为什么是内卦 你看这个 我把它做颜色的对照 上卦是黄色 上卦八卦 下卦是黑色的 用黑色表达 所以你看 那你就知道 上卦指的是这个外面 这个大的立方体 下卦指的是里面这个小的立方体 也就是下卦指的是 这一个个别的八卦 那么上卦指的是六十四卦 里面这个整体的这个立方体 这个 这个 这个是外面 一个是外面一个里面 也就是说 上卦跟下卦 或者说外卦跟内卦 或者是说 大立方体六十四卦 跟小立方体八卦 他们这样的一个数学上的 随形关系 它是它的部分 它是它的整体 那这个就是 上卦跟下卦 外卦跟内卦的关系 这个样子 外卦跟内卦才说得通 我们读了一两千年的 易经 从来没有办法把 为什么上卦又要叫外卦 都是用理所当然 想当然而 都是用一种想当然而的类比 可是类比常常是错误 用一种想当然而的类比 上下 天空在上 地在下 天比较大 所以它是外面 地比在下 这是一种类比 这完全经不起 那个邏輯的考验 没办法 这个这样子的说明 就会变成 这个结果就是会变成 让一个科学 最后变成神秘学 也就是说 一卦它本身是一个科学 是一个描述宇宙的 一个能量模式 但是经过 从更高维度 然后一直下降到低维度的时候 很多东西已经不清楚 但是下降到低维度 也有个好处 很容易运用 也就是说它 它舍弃了它根本的东西 最后它变成一种应用科学的时候 那么对于那个根本的东西 就变得无恶不清 所以它慢慢就会变成一种神秘学 人类所有神秘学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人类所有神秘学都具有这样的特质 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神秘学 它根本上其实它都是一种科学 它根本上其实都是一种科学 那么这个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种 现在另外一集里面一种流行的话 灵性即科学 科学即灵性 这个讲得太过于笼统 但是即使讲得太过于笼统 它其实它也说明了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情形 它为什么会是一个变成 变成沦落到成为只是一个指示 沦落到成为只是神秘学 事实上它可以同时是神秘学 也同时是科学 它同时也是哲学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探索 这个宇宙的这个模型的时候 我们尝试去挥复到它原来的样貌 什么样的原来的样貌 这个原来的样貌就可以把科学哲学跟宗教的神秘哲学 这三个领域把它统合起来 那么透过什么样的统合 透过于这个宇宙的模型 我们对宇宙这个理解的这个模型 作为一个统合 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下构 那么这样子你就明白 为什么义这个东西是一个TOE 义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可以是 因为它一开始就在做这件事情 一开始就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是一个TOE 为什么因为它涵盖了整个宇宙的 无形无相的那个精神的世界 跟这个宇宙被创造出来 以后这个心灵的世界 然后最后又形成了这个物理的物质的世界 它本身就是在说明这三个东西是一体 这三东西它们之间是互相连结的 而这个连结透过这样的宇宙模型 它把它建立起来 但是你在一维的周易里面 你很难看到这个 因为在一维的周易里面 很明显它已经被哲学化 为什么 它被哲学化 它属于那些灵性层面的东西 好像找不到 所以有的人就会用猜测 譬如说一个很经典的猜测 解释这个 《易经》里面讲这个潜荣在渊 潜荣在渊 通常你会静坐人 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倾向 潜荣在渊 那就是海底渊 灵性能量在海底渊 潜荣在渊 随着这个慢慢就往上跑 你可能就会有这种倾向 但你今天如果是一个无神论者 你今天是一个科学家 你又会有不同 你可能用数学的方式去理解 理解这个潜荣在渊 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完整的说明 它到底是什么 只是一种猜测 就跟那个汉斯杰尼一样 那个最终它都会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那么这样的猜测 只能算是一个科学的一个初步 科学的初步很多时候都是一种猜测 但这个猜测你必须要去实验 必须要去验证 你必须要能够去看得出它的因果惯性 你还必须能够用它来说明一切 最好是能够说明宇宙的一切 那么这个它再足以成为TOE 如果没办法这样子做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那眼前的这个东西绝对不会是TOE 比如说眼前这个异挂 但是如果异挂这个东西它是TOE 如果圣经讲的是TOE 如果神圣集合是TOE 那么它都必须能够说明这些东西 这个是一种科学的运动 那我们这张图就是一个最关键的 我们整个这个太极没有卡帕的研究里面 最关键的一个突破的地方 就是我在研究这个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刚开始研究的是 Michael Vita跟Brahmachaga 这个宇家的Saka的宇家哲学 明星哲学这样的东西 但觉得很多地方还不足够 很多地方还不足够 很多地方还没办法理解 后来又觉得 哇人的命运真的是 人的命运真的是难撤 所以这个好像算上《玉琴卦》 也开始有了年纪 其實應該可以開始來讀疫情啦 就掛 結果以後 發現這個也不夠 這個沒辦法滿足我們這種 搞怪的腦袋 過去一兩千年講的 周易的那一套很多地方 其實是非常有問題 當然它帶給我們 對於疫掛的一些基本的 信息 基本的理解 但是裡面有很多 其實它比較像雜家 不純粹啦 也說裡面有很多參雜 很多其實不是疫掛本身的東西 那麼 這個經過漢朝以後 這個又是跟那個 很多其他 其實 它又把它全部疊加在一起 所以它就變得更混 那麼這個就是說我們對於 周易三搖 左邊這個叫一圍的 最左邊這個 一圍的也就是你看到了 周易你獨一圈的時候看到那個 畫那個八卦的畫 比如說前卦 前卦就是三個兩搖 初搖 底下這個是初搖 惡搖 三搖 那麼三搖 惡搖 初搖就是 對應的天人地 靈心生 所以千萬不要講天地人 是天人地 很多我們習性上面通俗的用語其實都有非常多的問題 所以三惡初搖 天人地 靈心生 那麼 在瑜伽哲學 宇宙力量裡面 這個就對 如果我們把它對應到 躍性變性 躍性力量 也就是說 因為躍性力量範文叫 然後變性力量叫 然後 躍性力量呢 叫 那個這個 這個 這個詞 我覺得翻譯的並不好 因為 躍這個字 在我們中文裡面 是比較有 有負面含義的 所以我以前嘗試把 那個躍性力量翻譯成 那個 那個 字 停止的字 那 或者說更好的 按照物理學的講話 它應該說是一個慣性 可能物理學上 這個慣性這樣的概念 可能會更好的 可以來說明這個 這個 躍性力量 就動著很動 靜著很靜 這個叫 把它的範文呢 縮寫 就叫SRT 所以你會反覆看到 我們都會講 然後 那到時候我們再講到 這個 躍性變性躍性 三個力量的時候 就直接講SRT 然後 這個 那這三個 在瑜伽哲學連 這三個力量都有它的 代表顏色 也就是說 躍性力量是白色 它變性力量是紅色 躍性力量 也就是 那個慣性的力量是黑色 那麼 它會這三個顏色是有 是有道理的 這個變性力量 我先講變性力量 人啊 人心就是一個 一個 最清楚 所以那個 那個佛陀常常講 人的心就像猴子一樣 在那邊跳來跳去 坐不住 因為這個就是心的本質 心的本質 是不斷的變動 不斷的變動 它沒辦法停下來 這就是心的本質 所以心比較像是什麼 像這個 你在盪鞦韆啊 或是鐘擺 從這一端擺到那一端 那一端又擺盪回這一端 心就像那個中間在動的那個過程 那麼惰性力量呢 它到了那邊已經到了幾點了 它就要再擺回來 那月性力量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S跟T啊 也是月性跟惰性 它是兩個 兩個端點 那麼這什麼意思 這也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 金綁的八光掛 跟那個波數的六十字掛 它是兩個 它是一個鏡像對稱 你看在異掛裡面有這樣的問題 甚至你在這個月性變性多數性力量 也就是對應到三搖的時候 它同樣有這樣的問題 對吧 所以這個 把這個月性變性多數性三個力量 也就是SRT 我們如果 我如果把周一的八卦的三搖 用瑜伽的這個概念SRT 這個顏色屬性把它放進來的時候 最後你就變成這樣 三搖二搖初搖 這張圖你如果看得懂的話 大概第三張你就能夠讀得下去 就是說三搖二搖初搖 傳統的周一是這樣畫的 傳統的掛牙如果變成這樣 所以為什麼要離開你的文化本位 你如果不離開 抽離你的文化本位 你永遠沒辦法進到這一步來 你永遠不可能進到這一步來 那麼白色紅色黑色這個時候 就變成這樣 好 這樣會有什麼好處 如果我們要進入到二維的 進入到二維二D的面的版本 假設哇 不只是周一的這個 初搖二搖三搖 這樣子的線性 從初二三這就是一條線 這個叫線性 線性講的不是這個 畫這個搖的這個 畫一槓的這個線 是指從初搖二搖到三搖 這樣一路上來 這是一條線性的例子 當加上這個 這個宇宙力量的這個 哇 加上這個宇宙力量的這個 屬性的顏色的時候 那麼 這個就可以開展出 我們對於搭掛 都可能是平面的版本 搭掛的立體的版本 就可以開展出來了 為什麼要開展 看看這個 你如果同樣都是在這個 傳統的做法的時候 你在自己的文化本位裡面 堅守那個傳統的東西的時候 就這樣子 在二維的時候 它是一個三正三角形 到三維的時候 它變成一個正式面體 正式面體這個四個面 每個面都是 一個這個二維的正三角形 二維的正三角形 正是由這個 這個線性的初搖二搖三搖 所構成的 但是你加上顏色屬性的時候 就會發生奇妙的變化 加上顏色屬性 好 在二維來講 加上這個顏色屬性的時候 就發生一種變化 什麼變化 就是旋轉的問題 你看 SRT 你可以這個 中間這個 SRT 在三角形裡面 它是逆時鐘轉 SRT 這是逆時鐘 可是你也可以順時鐘轉 這個就變成SRT 問題就來 就出現 逆時鐘 跟順時鐘 也就是 逆時自選 跟順時自選的問題 也就是有方向性的問題 那麼在傳統的這個裡面 你怎麼弄你都看不出那個方向性 那麼這個方向性就會牽涉到 我們剛才講的 金房的 八公掛跟博書 六四掛的那個 鏡像對稱的問題 方向性講的就是這個 最後就會產生這個鏡像對稱的問題 所以 這個 逆時鐘的這個 跟順時鐘的這個 逆時自選跟順時自選 它們就是一個對稱 這個方向反過來 SRT 然後這是SRT 好 如果做到 三維立體的 就是一個正式面體的 一個掛上面的時候 相對應過來 就會變成這樣 那個 逆時自選的時候 SRT逆時自選的時候 就變成這個 那麼SRT順時自選的話 就變成這樣 好 這個就是以為完成了一個 初步的最重要的一個工作 那麼這只是單獨一個掛的情況 在這裡我們用的是前掛的例子 那如果我把八掛 全部的所有八個掛 全部要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立體的時候 它到底會怎麼樣 這個這個情況呢 就會變成那個 博書的八卦 就會變成了博書的八卦 而且只有這一種 為什麼 因為這是幾何的內在邏輯 我把它稱之為 幾何的內在邏輯 幾何的內在邏輯 不需要語言的描述 不需要語言的說明 它自己就是它 它自己 比如說 比如說一個正三角形 一個正三角形 在平面上面 它就是三個邊等長 然後三個角也相等 都是六十度 它自己就說明自己 你就是要把它的三個角 每個角 你要把它稱之為三百六十五度 也都可以 隨便你怎麼稱呼 它都是這個樣子 這個就是它的內在邏輯 並不會因為你如何理解它 並不會因為你如何說明它 描述它 而有所改變 這個就是幾何的內在邏輯 那麼幾何這樣的一個內在邏輯 就可以保證 幾何為什麼是 成為我們對這個宇宙空間的 最基本的描述的時候 不是語言的描述 而是幾何的描述 比如說在這種情況下 幾何是一個 一個宇宙的最基本的語言 那麼既然是一個宇宙的最基本的語言的話 那麼它就有可能成為一個共通的 譬如說不同的文明 不同文化對於宇宙的理解 那麼他們這之間是不是 會有一個共通的語言 我可以用來同時描述 這個東方的西方的 這個聖聖幾何的 瑜伽哲學的 一經一卦的 所有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找出一個 共通的語言來描述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 幾何的共通語言 那在這裡呢 它這個 因為既然有旋轉 就有運動的關係 你在一維的周易這樣的模式裡面 它的運動就是線性的運動 就是一條直線的運動 從出搖二搖三搖 或者說 從宇宙的創造來講 就是三搖二搖出搖 這樣一個線性的運動 就是射一把劍 那麼在二維裡面 這個正三角形 二維裡面 因為SRT 有了方向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 逆時跟順時的問題 有這樣的方向性的變化 所以它的旋轉 它就有旋轉的問題 SRT或是SRT 順時逆時 那麼它的基本的運動 就是一個圓形的運動 但是這個圓形的運動 會有順時跟逆時的問題 那麼這個東西呢 我們這個圓形的運動 從圓形 然後垂直於這個圓形的面呢 做一個直線的運動化 那麼這個圓形會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螺旋 也就是說 從這個二維的正三角形的 這個圓形的運動 這個觀點來看 如果我們要讓這個二維的平面 朝向三維的方向運動化 那麼它就會成為一個螺旋的運動 而這個螺旋的運動 就是三維的正式面體的掛 的一個基本的運動方式 也就是說 在一維裡面呢 八卦的三亞 在一維裡面 是直線的線性的運動 在二維的八卦裡面呢 它是一個圓形的運動 在三維的八卦裡面呢 它是一個螺旋的運動 所以你要知道 螺旋的運動 是所有生命運動的基本模式 生命運動的基本模式 那麼這樣 你就回過頭來想 因為八卦這個東西 它雖然是在說明 說明這個自然的八種基本現象 可是它卻到了周易 經過孔子這樣一路的 一路的發展 它變成一個哲學以後 它卻應用在人類身上 不只是讓我們人類去理解自然 它甚至也用來描繪人類的心靈活動 也就是說它在描繪的 不只是一個物質的世界的東西 它描繪的是一個生命的東西 人 人就是一個生命的東西 所以所有生命的基本運動 都是螺旋的 你看植物什麼全部都這樣 那這個螺旋運動 就是我們昨天也有同學 今天吧 有個同學弄了一個 像這位肺部納器的那個 它貼了一個肺部納器的那個影片還是什麼 肺部納器就是在描述這個螺旋 也就是生命現象的螺旋運動 生命現象裡面會特有的那個螺旋的運動方式 那這個螺旋運動方式是要朝向幾個 純粹幾何的黃金比例的那個螺旋 那這中間是有誤差 那這個誤差是要慢慢靠近 慢慢地取近 也就是說肺部納器的螺旋呢 是基於生命的這個 描述生命的螺旋運動 它慢慢不斷地要逼近那個 幾何的黃金比例的那個螺旋 那麼黃金比例的那個螺旋 就是宇宙創造之初 那這個作為一個被創造 我們所擁有的是肺部納器這樣的一個螺旋 很多在另外一個裡面 這兩個東西都會搞混掉 所以你在網路上面看這個時候都很小心 不是網路上面講的東西都是正確的 但因為網路就像我們以前在看電視一樣 電視看多了人看到最後腦袋會變呆掉 因為那是一種慣性 那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做心理它本身是一種慣性 你會跟著一直下去 跟人說你會獲取很多的訊息資訊 但是相對的你卻犧牲了你思考的那個獨立性 好你卻放棄了你思考的獨立性 那麼這個就是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剛才 按照剛才的那個把SRT 約性變性多序一樣帶入那個三窯二窯二窯八窯的那個三窯裡面的時候 最後我們從一尾進入到二尾平面版本 再進入到三尾的那個掛的版本的時候 最後這八個掛它可以合起來 合起來你看這個每一個罐你要合起來最後你只會合出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沒有第二個東西就只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你最後合出來就只有一種可能 而這個可能是由幾何的內在邏輯所決定 幾何內在邏輯所決定 你把那個八個掛按照SRT那樣子所存的一個正式命題 然後把八個合起來 最後你只能合出這樣的一個模式 而這個模式就是博書的八卦 博書的八卦描述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立體的幾個模式 然後這個呢 這個博書八卦的這個立體的幾個模式呢 你看這裡我講八卦太極沒有卡八的逆時正轉 逆時正轉在這裡講的就是對應到那個博書的八卦 就博書的八卦 那剛才金黃的那個八公卦 跟這個的差別在那裡 你就把它鏡子反過來照就對了 所以你在右邊鏡子反過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說在中軸線上的東西是不會變 什麼是中軸線 你從當然是從你要從前卦這個視角來看 這個在這個中軸線上面就是前卦坤卦坎卦裡卦 你鏡像對稱翻過來翻到另外一邊過來 這個中軸線這四個卦都是不會變的 都還是一樣 但是位置上面會變化的是什麼 對卦跟序卦 那個正卦跟梗卦 對反過來就是說對跟序會對調 正和梗會對調 那麼一旦對調以後就變成金黃的八卦卦裡面的那個八卦的結構 然後這個就是說 那那個傳統上在周易裡面 它是用卦序來描述 所以周易的卦序這樣的描述呢 就會引起了很多的猜測 然後各式各樣的猜測都有 但是這些理解都恐怕都不完成 然後這個 所以我們以這個來講 按照博書八卦的卦序 我們從昆卦從最底下開始 從海底輪一路往到那個點輪 點輪再上去翻血輪 那也就是從那個 音階的CDEFG AVC 低音階的 第八度的C就是坤卦 高八度的C就是前卦 從最底下開始算起來 坤對黎遜 正坎梗前 你就知道這個在做什麼 這個就是 你從C到CDEFG AVC 坤對黎遜正坎梗前 在這個博書八卦的幾個結構上 你這樣把它連一條線連亂 你就知道那個宋朝 我們不是看到那個八卦 常常畫一個S型或是反S型的 那個說明那個八卦的那個卦序 宋朝的人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他們其實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但是還沒辦法很清楚去說明它 但是他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也就是他們從數學上面 去理解八卦的卦序的時候 他們畫出了那個S型的那個 卦序的結構 那這個結構呢 它還是仍然是在平面上面的理解 那這個它必須要放到 立體的結構上來看的時候 才會清楚 原來這個就是漢早的時候的 博書八卦跟金房的八卦 在講的那個問題 因為他們兩個完全是鏡像對稱 所以你必須把漢朝對於異卦的理解 跟宋朝對於異卦的理解 這兩個不同時間對於異卦的理解 你把它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才能夠看到這一點 這個又回到我們剛才講 你必須擺脫 脫離你原來的文化本位 立場來看 你必須把這些人類的意識 當作一個整體來看 不只是在自己的這個文化文明裡面 你要這樣子去看 你甚至要跨不同的文化 你要跨不同文化 所以我們現在跨不同的文化 就會跨入到那個西伯來文的世界 跨入到西伯來文的世界裡面去看 我們剛才講的金房八卦 它那個六四卦描述了那個 六四卦那個大立方體的27個點 這個27點在那個西伯來文裡面 這個就是下面這個 我們先稍微講一下 西伯來文的一些歷史背景 這個賞哈語系 西伯來語是屬於賞哈語系裡面的 跟阿拉伯語是兄弟語言 這個三米特跟哈米特 三米特跟哈米特 他們說這個是兄弟 所以你看今天 兄弟卻如四仇 人類世界就是這樣矛盾 跟你最親的人 也是跟你最多從出矛盾的人 那麼你看人類在民族上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三米特跟哈米特 他們原來這個是兄弟 親兄弟 那麼他們的後代子孫 最後又延伸到 在講西伯來文的跟講阿拉伯語的 所以我們剛才不是提到嗎 那個西伯來語27個 27個基本聲音元素 一樣阿拉伯語也是一樣27個 一模一樣 都是27個 那麼西伯來語在過去它主要是 成為一個宗教語言 就在聖經裡面 那麼現在因為以色列復活呢 它重新又成為 猶太人的生活口語 那麼 那個西伯來文跟阿拉伯文一樣 都是從右邊寫到左邊很寫 跟英文不一樣 然後反過來他們是從右邊往左邊分寫 那麼西伯來文裡面 西伯來文的27個字母 它其實都是 它有27個字母 那麼這個在1992年的時候 這有一個學者 一個西伯來文學者 這個史丹天人 這個人呢 他研究西伯來文 因為西伯來文在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宗教語言 是一個神聖的語言 那麼所有宇宙的一切秘密 神秘 全部都含在這個神聖的語言裡面 也就是說這不是人的語言 這個其實是來自於神的語言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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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於西伯來文的字母的起源 緣起的研究 跟就約聖經 這些西伯來文的字母的順序 所以這些 他探討這裡面 後面所隱含的那個數學結構 然後他發現這個數學結構 其實他 最後他描述了一個立體的東西 其實這個立體的東西 就是清房的八空管 他講的東西跟清房八空管一模一樣 你很難想像 你很難想像 他找出了27個 27個那個 然後來 放置這個西伯來文的27個字母 它是讓他祖傳的一個立體結構 就是這個立體結構 一樣啊 這個阿拉伯也是一樣 只要你可以用在西伯來文上面的這個 靈性的東西 一樣都可以用在西伯來文上面 因為他們基本上是 是親兄弟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靈數學啊 靈啊 那個靈性的靈 我們現在不是很多講那個靈數學嗎 所以你看這個靈數學在西方也好 現在台灣也很多人在弄這個 用這個來補刮算命啊 一樣啊 就跟一掛一樣啊 最後都被當作是一種應用科學 我不稱之它為靈性 因為事實上這是一個科學 它這是被當作應用科學 但是在這裡呢 斯坦天人他探討了 這個比較像精法的方式 那麼 這個呢 它這個27個音呢 每一個音呢 27個字母 每一個音呢 它都有一個數字 用一個數字代表 那在他們 西法文這個卡巴拉神秘哲學裡面 研究這個靈數 靈數學呢 他們都給它 代表就是123456789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層面 第一層 123456789 這是屬於0的層次 中間這個 10 20 30 一直到90 這是新的層面 然後 100 200 300 一直到900 這是屬於生 它這樣對應 一樣 阿拉伯音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一樣有這個 這個 27個音一樣有對應到林心聲的問題 那麼 所以你這樣看你就知道 那個 這個 這個簡直跟那個 金房的發光化是 一模一樣的東西 完全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他們對於如何去安置這個 靈心聲在這個結構上面的位置 有差異 但是會有一些基本的東西是不會變的 什麼東西 頭跟尾不會變 也就是前掛跟坤掛 也就是說宇宙的創造跟宇宙的創造的末端 那就是物質視覺成立 就是錢掛 這是天地 錢掛跟坤掛 這兩個位置是絕對不變 那麼在西部埃文的這個27個字母的矩正 這個0數學裡面 就是1跟900 錢就是1 900就是坤 這個是絕對不會變的 這個位置不會變 但是因為他們這個 斯坦天文他們對於這個的理解呢 還存在於平面跟立體之間 介於平面跟立體之間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東西是平面的 比如說在這個第一個面 這個是0 第二個面 這是新 第三層 第三個面 它還是用面的方式在描述 只是說這些面最後 最終它可以透過這27點組成的那個立體結構 但是我們回過頭 回想一下剛才那個金房的八公罐 你就知道金房是一個天才 它在這個八卦的三窯裡面 八卦的三窯裡面 本身就具有天然地 靈情深的問題 所以那個東西 它就不是像這個西部埃文27個字母矩正一樣 它只是季節化把它安排進入到那個立體結構裡面 它不是一個有機的結構 那只有在一卦的八卦或是六十四卦 當你把SRP帶進去的時候 它才會形成一個有機的結構 那這個有機的結構 也就是說 在立體的這個幾何的八卦 跟幾何的六十四卦 也就是金房的八公罐 跟那個佛書的六十四卦 那個結構裡面 它是一個有機的構成 所以它就更適合用來描述 那個數學上部分跟整體 個人跟上帝部分跟整體 小我跟大我 所有這些 這些 這些 這之間的過程裡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關係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 這個 那個 西部埃文的這個 這個 字母矩正的這27個點 跟金房八公罐的那個27點的關係 這個 這個關係 你如果 有時間的話 你花個十年去研究的話 你會 你會發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新天地 關於人類的語言 文字 跟這個 神秘學 所有這些東西 它的背後 到底是 有什麼關係 到底是有什麼連結 跟人類這個DNA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跟我們的這個 五十英 我們的神經系統 內分泌系統 我們的加克拉系統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跟這個 宇宙的空間的基本結構 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這個 這個 就 非常好 把語言跟那些 你看 他這個 斯坦天然 他把語言 發音 聲音 跟數字 結合在一起 那他形成一個 立體的結構 但他這個立體的結構 比較是機械化 機械式的立體結構 那 你如果把金房的八公罐 或是博書的 液晶的六十四塊 那樣的 加入SRT的 那個 三個顏色屬性 加進去所形成的 六十四塊跟八塊的話 那麼 它 對應起來 它就會 變得更 能夠更完整的描述 所以 不只是一個機械化的 把它 安排進去 那個 結構裡面而已 而是 它自己 內在的邏輯 就會決定 它是這個結構 那麼 這個西伯安裡面 它這個做的是 用人為的方式 把它安排進去 人為的方式 安排進去 那麼 那個呢 是 集合的內在結構 就已經 決定了 以先天跟後天的概念來講 博書六十四塊 或者是 金房的八框化 金房的先天六十四塊 那個是先天 就 確定 就決定 而這個 眼前你所看到的 希伯來文的 這個矩陣呢 這是 後天人為的方式 所建構起來的 後天人為的方式 所建構起來 好 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老師 剛剛 老師剛剛 在那個講SRT的時候 我講到對於顏色 那剛剛好像沒有仔細解說 那個 顏色為什麼是去白色 紅色跟黑色 好 我把它再放 這個嘛 這個 這個 白色、紅色、黑色 也是 就是 對應這個 八卦三搖的 三搖、二搖、兔搖 白色、紅色、黑色 三搖、二搖、兔搖 那麼 這都對應到天人地 也就是說 白色是屬於天天 紅色是人 那 黑色是地 那麼這個白色、紅色、黑色 就是來自於 那個 瑜伽的靈性哲學裡面 講的宇宙的 一樣 有一個宇宙意識 宇宙意識 他就擺在那邊 他就 他就像 一堆沙子 一堆土 在那邊而已 但是這一堆土 你要做成一個陶器的時候 你必須要動手去做它 你必須要去做 這個做 就是我們 那個英文的度 那麼 人 這個工匠呢 就是 做那個東西的人 這個叫做豆 這個DOE 那個 這個發法講的DOE 這個叫做著我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的那個我 這個叫做著我 就是豆 這個是新創的一個字 也是在做的那個 阻隔 做這個 做這個動作 做這件事情 在做的這個東西的那個阻隔 這個叫豆 好 所以那個 這個 這個就是 SRT 這個就是做的這個東西呢 就是宇宙在運作的這個 做的力量呢 它的三個屬性 就是月性、變性、多性 那麼這個在瑜伽哲學裡面呢 每一種東西都會有顏色屬性 同樣每一種東西也都會有聲音的屬性 每一種東西也都會有它的幾何的屬性 所以你看那個Chagran 每一個Chagran 你都可以用一個幾何座袋表 用一個幾何形座袋表 你比如說海底是正方形 在地底就是正方形 然後在顏色呢 我們如果按照傳統的現在流行的 另外幾個說法 那個七原色 從最底下的開始往上算 好 那是七原色的觀點 那現在如果分成天然地零性生 這樣的一個三個觀點的話 在瑜伽哲學裡面 它就變成白色、紅色、黑色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黑色 你看 顏色這個東西 它不只是一個物理世界的光的反應 它同時也是一個心靈世界的反應 我們反過來講 多性力量這個東西 反應在顏色的世界 光色的世界裡面 它是黑色 那麼為什麼它變成是黑色 如果我們從更高的維度 如果這個三度空間 這個低維度的世界 是由更高的維度 所投影下來的 那麼黑色這個東西 就變成那個所謂的 惰性那個東西 也就是幻性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投影到 三度空間的世界 如果它變成一種 可以被認識觀察的顏色的時候 它就是黑色 所以你看那個黑色跟紅色 紅色它的象徵性是什麼 它像血液在流動 它又像火在燃燒 所以它是能量有在流動 能量不停地在流動的東西 所以這個紅色 對我們人的心理來講 它就變成是一個流動的東西 代表它就是一個動態 不斷地在動 所以這個就會對應到人的心 人的心靈的狀態 那一樣白色 因為它是所有的光色的合起來 所以它處在於最高的位置上面 白色它涵蓋了一切 涵蓋了一切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從這個速度的觀點來看 那個SRT 月性變性做性呢 這個月性力量的速度是最快的 那再下來速度就變慢了 變性力量R 再下來速度越來越慢 就是 惰性的力量 那麼 這個惰性力量發展到極端呢 就是我們這個物質世界 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山 那個基點 而在這個物質世界被創造出來 也就是說來到這個三維世界被創造出來 加上一維空間 一維時間就是四維時空的世界 的時候 它的最快的速度是光速 也就是我們從林欣生這樣的觀點來講 裡面最慢的速度是誰 就是光速 但是在從我們回過頭 反過去 譬如說從初遙二遙三遙 這個就是為什麼八卦 在畫卦的時候 它是從底下往上面畫 初遙二遙 然後它要回推過去 從我們現實世界再回推過去 回推過去 那麼我們這個世界 最快的速度 就是光的速度 光的速度 再過去就是一道大鴻溝 沒辦法跨過去 你跨過去 你跨得過去的話 你又進入到不同的維度去 這個所以為什麼要逆折 這個就是你讀《玉京女院》 不是會講那個數嗎 它是講反過去順利的問題 然後它不是在講這個數 順跟逆的問題 那過去人這個用哲學式的方式 描述 會產生很多不同的理解 順利的問題 所以宋朝的人都非常聰明 因為他們數學知識更加的豐富了 他們就直接把它畫出來 就是你看到那個S型 或倒S型 那個八卦的卦 他們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順跟逆的問題 那麼很想會比文字語言的描述 又會來得更好 因為文字語言 文字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描述 它是線性的 你要記得 語言是線性的 語言是順著時間的過去現在未來 這樣一直不斷的下去 所以它只能被困在那個線性的世界裡面 也就是被困在周一的八卦三亞的那個線性世界裡面的描述 那麼在宋朝的這些哲學家 他們嘗試把它拉回到平面的世界 把那個一維線性對於順跟逆的這樣的描述 他們在平面的世界裡面 他們把它做出一個S型或倒S型的這樣八卦的卦序的理解 那麼這已經嘗試從一維的線性進入到二維平面的世界 所以這個就是說在宋朝裡的時候他們對掛的這個理解 其實他們已經一腳踏進去二維的世界了 他們其實已經踏進入到二維的世界了 但是事實上這個在漢朝的時候 金黃或博書卦裡面 他們已經用一維的方式描繪了那個三維的卦 比如說他們做的工作其實是用一維的方式描述了那個三維的卦 這個很像我們在畫漫畫 很像我們在畫動畫 你在畫漫畫漫畫是平面的定格的 你在畫漫畫你是用漫畫的那個一維的線條 去畫出平面世界的東西 這個就有點像宋朝的這些哲學家所做的工作 那麼漫朝的金黃的八公卦跟那個博書的這個卦 他做的是用一維的方式描繪了那個三維的立體的卦 他們是用一維的方式去描繪到那個三維的立體的卦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才講說 為什麼要把那個金黃傳統通行的那個金黃的八公卦的四魂的那個 它那個卦變的原則 要通過宋朝的那個邵雍的先天卦的矩陣概念 把它加進來以後 那麼金黃的八公卦的那個六十四卦的卦書 它才會得到一個一個完整的那個立體的結構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他們分別完成的一個是從一維直接描述三維 這個有點像在畫動畫 有點像在畫那個立體的動畫 那麼一維直接進入到二維 這個有點像在畫那個定格的漫畫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為什麼我們要用邵雍的先天卦的概念 帶入那個金黃的八公卦 然後把金黃的八公卦的後面的那個四四五四油紋歸魂 倒回正軌 倒回正軌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所謂的正軌是說 這個才是金黃的八公卦所要描繪的那個立體 也就是說金黃還侷限在於對於通行的周易的六十四卦的卦序的時候 然後他只做了一半的工作 而這個只做了一半的工作 跟他所要描繪的那個六十四卦的那個大的立體 那個東西是沒辦法完整的完全的匹配在一起 他只匹配到一半而已 也就是說後面那個四四五四油紋歸魂 所以你看你如果讀傳統的這個 這個講這個油紋歸魂 你看都自古以來一兩千年都沒有一個講得清楚 油紋歸魂一講到油紋歸魂是怎麼來 為什麼要有油紋歸魂 金黃這個油紋歸魂到底在講什麼 所有的都是講的韓混籠統一以待過 全部都是用拆的 然後這些猜測都是很勉強的把它機械式的把它放到那個結構裡面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剛才講那個西柏萊文的那個 那個西柏萊文字母那二十七點的 然後林新生天人地的在他的那個拍法 他那個就是一個機械式的拍法 那麼傳統對金黃的油紋歸魂的解釋 那甚至那個那個五四應該完整講是五四 然後油紋歸魂那個四四五四油紋歸魂 對那個的講法都太過於牽強 完全沒辦法說明什麼 只能說你喜歡這樣子做 你可以把這樣子塞到那個結構裡面去 你可以把它塞到那個結構裡面去 但是這會出現一個問題就像一雙鞋子 跟你的腳不合 你硬塞你還是可以塞得進去 但是你穿上去你就知道走起路來腳會痛 你總是會覺得 那麼同樣的這個問題在現在的物理學裡面也一樣出現 就是費曼 那個費曼不是那個那個二十世紀的一個天才物理學的這個費曼 他們在研究基本例子的時候 一樣就卡關卡到這個問題 很多東西就是講不通 很多地方邏輯上講不通會有矛盾 可是又沒辦法在那個更進入那個說明的時候 但是又要去封門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巧門 巧門 用一個巧門 這個巧門我們從東教上來講就是佛學裡面講的方便法門 用一個方便法門把它硬塞進去 然後只要能夠塞得硬就好 就好像你把你的腳塞到那個一個尺寸不是那麼剛剛好的鞋子上面 就這樣塞去 那麼這個叫做重整 這個在物理學上 他們這個工作叫做重整 重整就是我們台語講巧 巧了 巧巧的 本來這些東西是有一點稍微有一點是沒辦法剛剛好 那現在把它搶一搶 搶一搶以後 各個層面都可以照顧到 但這個都只是一個方便法門 這都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做法 所以這些重整化的工作都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做法 那麼這個暫時性的做法就比較像是那個 使膽天然的那個 那個對於續歪文的二十七個字母的那個集合結構的 零新生從零新生天然地的這個三次層面來講 他的那個排法就是一個一個重整 他我相信他如果理解了這個 魔術掛跟金房的掛的話 他如果理解這些東西的話 他就不會那樣排 他對那個西貨人二十七個字母的排法 就會更接近金房的先天 那個金房八公掛的先天六十四卦的排法 那同樣這個就在博書的六十四卦裡面 就完全不用再重整了 博書六十四卦 他就原原本本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博書六十四卦 他反而在文明裡面 在歷史裡面 在醫學的發展裡面 他反而是被擺在冷凍的角落裡面 一兩千年來 他就被冷凍在角落 最後甚至就不見了 完全不見 這個博書六十四博書掛 這個是在大概三十四十年前吧 三四十年前才出現 就是長沙馬王堆的那個 考古那個墳墓裡面挖出來 那時候才出現這個博書掛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博書掛這個東西的出土呢 那麼就可以回過頭來對照到金房的八公掛 那麼也就證明了金房八公掛裡面那個六十四卦 然後他的後半段是不完整的 也就是說那個 那個後半段的那個四四五四油文歸文是不完整 那麼這個也就反過來說明了 為什麼傳統上面 醫學的這個 尤其是講到金房的八公掛的時候 為什麼對油文歸文總是說不清楚 所有對傳統的對油文跟歸文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的那種說法都 都太過於太過於那個那個 那個怎麼講 都是想當然而的想法 完全沒有邏輯可言 完全找不到一個邏輯 但是金房的四魂是有邏輯的 金房他自己是有個非常清楚邏輯 可是我們所有對他的這個四魂歸魂 為什麼要這樣子談 這說明完全都不合乎邏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就是排錯了 但你當然找不到邏輯啊 那麼這個就要藉助於 宋朝少雍所做的這個 對於先天掛的這個 這個數學矩陣的發明 藉助於這個我們才能夠 讓金房的八公掛 這個六十四掛的這個掛訊 回到一個正確的位置上面 那這個正確位置 正好就補足了金房八公掛的缺失 然後這個缺失呢 在同樣一個時代裡面的 我們後來初組終於知道了 柏書六十四掛裡面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柏書六十四掛裡面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理解金房的八公掛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很簡單 你把柏書六十四掛反過來看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他在求什麼 柏書六十四掛這個當然是講從掛序的吧 因為古代文字掛裡面所有對於這個結構的描述 他都是以掛序的方式來描述 這個非常重要 都是以掛序的方式來描述這個結構 也就是說它的背後的那個幾個結構 在過去傳統的意義學裡面 是通過掛序來描述的 通過掛序來描述的 所以掛序八的階層 就八成以七成以六一直乘到一 八掛裡面就有這麼多的掛序的可能 但是呢 在立體掛在立體裡面 它只有只有五個可能 除了這麼多階層出來的好幾千個 可能的掛序群 最後它會收斂到一個 收斂到一個 這一個就是柏書八掛 柏書六十四掛所表現的那個結構 或者是金黃阿公國所表現的那個幾個結構 這個就是最後收斂到唯一的一個 那你如果說它是不是真的只有一個 那它還有一個就是鏡像對戰 那根本來講它就是一個 只是這個你如果要再細分看的話 它會有一個鏡像對戰的雙胞胎 這個就是柏書六十四掛跟金黃 先天六十四掛的關係 好 就這樣 好 好 有還有其他同學要提出問題 有其他同學要提出問題 你好好地去看下 你如果在邏輯上面 思維上面 你沒辦法跟著神 或者是去理取這個的話 你去理取這個的話 你去觀察一下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都要描述這個宇宙的模式 同時它也在描述人類的模式 什麼人類的模式 人類的模式裡面 人類的本質裡面 就是神性的部分 心靈的部分 物質的部分 比如說 這個也就是八卦三搖 要講的那個天人地 一樣都會有這個東西 那麼 人本身就是一個實驗室 我們上次不是講過嗎 那個 特斯拉那個 那個實驗嗎 人本身就是那樣的一個實驗室 所以你必須不斷地 在你自己的生命上面 你作為一個人 在你自己的生命上面去做實驗 那麼 這個東西它會在你的 內在視覺裡面 會呈現出來 它會在你的內在視覺裡面 也就是說 在你的觀念 理念世界裡面 它會呈現出來 給你看 它會呈現出來 所以有這些東西 它不純粹只是一種邏輯的問題 從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有人問到說 那你這些東西 有些 這些東西是怎麼出來的 那我當時的回答是說 有三分之一是過去的人 留下來的智慧 過去的人 有三分之一是天上掉下來的 那有三分之一是我們自己努力的閱讀信息 自己有一些新的發現 就這樣 所有東西都是一定是這樣 只是你可能習慣了 你的習性 習性習慣了去讀書 你習性習慣你去從教育裡面得到 習慣從網路上面得到的這些現實世界給你的這些有限的信息 你可能已經習慣這樣而已 但是這個在靈性的鍛鍊裡面 就是要讓你去不要去習慣這個東西 也就是說你是反著你的慣性前進 只有反著慣性的前進是什麼 就是在你的中脈上面能量往更高的層次前進 這個就是反地性引力 因為地性與物質世界的重力 這個表現出來就是一個慣性 靈性的能量 它呈現出來 它的生活 它呈現出來 就是跟這個相反的方向 一樣 所有東西都會有鏡像 所有的東西 它都是同一個模式的鏡像 都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太極生兩瑜 兩瑜一個陰一個陽 陰跟陽就是一個鏡像 就是一個對陣 它們都是從同一個地方衍生出來 這個就是二 一二三的二 所以這個圖 我們在第三章的時候 還會再出現一次 那麼第三章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圖的解釋會更詳細 那麼在這裡它會顯出來的目的是 是要提醒讀者到第三章的時候 這個還會再出現 那麼這個時候 它已經先有一個這樣的概念 它就不會覺得那麼 當然這些概念 你肯定要把你傳統上 對於異化的那個理解 暫時放在裡面 把對於傳統異化的那個理解 暫時放在裡面 你從一個更大的 更大的 人類集體意識的這個 狀態裡面 回過頭來看這個東西 你才能夠 看到這個 好 如果同學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課程就先到這裡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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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